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想說一下Pokemon的劍盾中 單打組隊的小心突 先說明 本人不是一個非常強勁的訓練家 是一個新人訓練家 先會說一下單打的小心突 基本流程 好,首先說一說 六隻精靈是一隊 六隻精靈或一隊應該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如果進入網絡戰鬥的話 就會進入戰鬥 然後再選三隻精靈去戰鬥 即是基本所說的六眼三精靈 只要其中一方投降或是全部棄註 戰鬥就會結束 單打基本的心得 就有一些紅色字眼、一些重點 單打對戰基本講求的都是戰術、聯防、仙毒、極巨化等等 這個新的,劍盾中有新的一個功能 好,先說一下戰術 戰術就是配合其他精靈 消耗對手的血量 簡稱是磨隊 即是一些非常硬的蟲 你看到已經覺得他很難打得入 譬如是一些什麼呢 美納絲、草鋼、超外星 這些屬於不斷消耗的血量 都是一些磨隊 強化流 強化流應該都不用特別多說 最簡單的強化應該就是龍武 最多人常見的 有機會是龍武、劍武等等 接力棒這個應該都少些人看到 接力棒就是能夠把剛剛所強化下來的東西 就讓下一隻精靈用 譬如你強化了一次劍武 然後再用接力棒 那下一隻精靈就會有這個劍武的效果 下一個就是直接攻擊等等 直接攻擊是屬於一個比較直接的打法 沒有什麼戰術可言 這個其實都可以說是戰術紀一 因為對方都未知 即是未知你的仙毒是怎樣 還有很多就不說太多了 始終以上那些應該都是屬於主流 其他那些應該就差不多了 戰術除了這些之外當然還有很多 聯防 聯防就是換一隻精靈能夠克制對方 克制對方 並且受到對方招式的時候不會扣太多血 或者不會受到傷害 克制對方的精靈 譬如對方是水的話 你出草寵 而且他用水技打你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一隻火是精靈 你是用火是精靈 對方水是精靈 那你就一定要換走 可能你換水寵出來 但是你的水寵有草技 那你就換水寵出來 對方就有很大機會用水技打你火在這裡 當你一換上精靈 替換的時候 你的水是精靈就不會扣太多 剛剛換上來那隻 或者不會受到傷害 例如是這個草水的特性 比較基本的草水特性 或者是格鬥技能打鬼屬 你擺明知道對面是格鬥寵 然後你可能放鬼出來 就可以做到聯防 這個就是聯防 先讀就是猜測對方下回合作出的行動 而極巨化就是身家的一個功能 極巨化之後會增加血量 增加兩倍的血量 並且技能會變得降低能力變化 或者是增強自己的能力變化 最常見的增強自己的能力變化就是飛行 飛行和物攻即是格鬥技 一個就是可以能夠增加自己攻擊一級 飛行就是增加自己的速度一級 而降低能力變化也是有特防 防禦、攻擊等等 我大概都忘記了 因為極巨化我都不是很熟 大概知道有降低能力變化的重要要素 以上就是一些單打基本心得 其實都非常多東西要記 或者是多東西要講 但是我個人認為 是這四種算是比較重要 尤其是極巨化 因為極巨化在劍盾裡面是新的一個功能 所以你要掌握得很重要 極巨化那一刻你要掌握得很重要 不可以有任何差池 因為極巨化後技能完全不同 好,我們看下一個 好,下一個單打砌隊 根據上一頁剛才也有講過的聯防手段來著手 可以從屬性上、特性上、精靈的種族值上著手 首先才有屬性 對手用水屬而火屬 所以聯防一隻的草或水屬 這個剛才也有講過 可能你的水衝有草技打去 或者你直接換草 不過換草其實有點風險 因為水屬是有兵技的 多數水屬有兵技 那你換草的話就有點危險 除非你的草是草鋼 那就沒有問題 OK 但也要小心不知道會不會有火技 但是... 現在就不知道,我沒有什麼印象 特性就是對方的電屬 你可以聯防一些電屬的精靈 或者特性是草電 例如是什麼呢 特性是草電或者是鼻雷針 鼻雷針就有超鐵暴龍牛 優雷針有 那隻鋼電有 然後比加超那些都有 電屬精靈的話 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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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驢請 Então 南 octopus 河輔 各種 提到 絶 清 胡 東 曾 idores 你亦可以聯防地屬,但因為這部份是講特性,所以不太特別講地屬 因為地屬就不受電的技能影響,即是會無傷 精靈種族值,對方物理手的時候你可以換上一個物盾來處理 譬如對方擺明是一隻物攻手,是一隻怪力 你就可以換出一隻物盾,例如是超壞星,或者是水毒的蟲,威嚇手 威嚇手就不是,威嚇手是屬於特性的 超壞星那些都可以,但你不要換草幹,因為草幹怪力是可以打死的 這裡就要特別留意,你換上來的精靈,對方會不會有技能打得痛呢? 譬如你換一隻龍出來沒問題,即是換一隻飛龍出來沒問題 但對方會不會有兵拳呢?或者是雷拳呢? 這些就要自己考慮,因為很多都會有這些配技 OK,大致上就是這樣,組隊這些東西 好,我們接下來了 我上網找了一個租借隊伍的參考表 就會逐一跟大家講解一下這一隊的特別地方和聯防手段是什麼 我也看過一陣子,大約五分鐘左右 我們由迷2Q看起 迷2Q就是一個很基本的配置技能 第一招就是妖精技能 妖精物攻,第二招都是暗幽靈的物攻 第三招就是仙制的影子偷雜 第四招就是劍武 這隻的迷2Q基本上配合一招畫皮的特性 就可以開到一招劍武 特性就是畫皮會吃一招傷害 就不會扣血 會扣... 會扣...百分之一血量 扣百分之一血量 但是是頂了一招傷害 只是吃百分之一傷害 好了,之後就到...李鱼龍 不是,那是迷2Q 迷2Q其實那一下就可以開劍武 走一彎就影子偷雜 基本上可以扣死很多人 接著就到李鱼龍 李鱼龍可以看到他是威嚇的特性 威嚇特性 帶過鳥咀 鳥咀就是增加飛行屬性的招式技能 威力 好,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李鱼龍就是一隻物攻獸 第一招是水的物攻 第二招是飛行物攻 第三招是地面 第四招是草技能 草技能我預計都是要極具化才用的 極具化才用的 那麼多龍 第三隻就是多龍 多龍就是一個很基本的配置 第一招是龍戰 龍戰 第二招是潛衡 鬼是潛衡 第三招應該是重返 這個U-turn 第四招應該是噴射火焰 Cain Horse 沒什麼特別的 這隻多龍都是用來打一些... 嗯... 用來打一些... 其實這個定位都是用來做輸出手 多龍的輸出手 嗯... 然後就是水鬼 水電 洗衣機 洗衣機就是一招... 看看先 一招高壓水泵 高壓水泵 一招是...放電 高壓水泵 放電應該是... 伏特替緩 伏特替緩 高壓水泵 即是水炮 第三招放電 第四招影子球 這隻電鬼的話 其實可以說是用來打這隻多龍 因為他的防禦都比較高 只要對方直接打電鬼 電鬼多數都不會死 而且這招影招球應該是用來打鬼而生存 而讓他學這招技能 眼鏡就更加增加他的傷害 增加他的傷害 第五隻 第五隻的話 就是威嚇 威嚇手 這隻是鳳神犬 鳳神犬就是玩蜜弓營 第一招是大火推 這個烈焰衝鋒 烈焰衝推 忘記了 第二招是近身拳擊 第三招就是... 嗯... 瘋狂復特 第四招是神速 一個基本的蜜弓營 弓營的鳳神犬 沒什麼太特別 火技最主要用來打草鋼 鋼 格鬥也是假鋼 然後雷是用來打水系 或者飛行系 水飛這些也很有用 之後第六隻 第六隻就是耿鬼 第一招是影子球 第二招是毒彈 應該是毒彈 第三招是真氣彈 第四招是突襲 這裡其實有點特別 這個僅鬼 第四招零零射射是突襲 突襲是什麼技能呢? 突襲就是先制加一 物理輸出技 對方...如果對方用攻擊技能打你的話 你那個突襲就可以發動 就可以先制打一下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 蠻特別有趣的 為什麼他這樣配呢? 就是因為我想他是用來打一些一血巾 因為他自己也帶著這條一血巾 一血巾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的精靈滿血的狀態下 滿血狀態下 而被人打 差不多死了 他都會剩一滴血 除非他打兩下那些就另計 而這一招正正就是為了打那些一血巾 而生存 整隊裡面呢 先制技只有鳳神斷 以及僅鬼兩招的先制技 其餘就... 還有一隻迷2K 其實都... 先制技來說都很有用 能夠殺對方的操守不及 不過這一隊隊伍 其實可以說是沒有太多的盾 多數都是輸出手 就不是玩磨隊 你可以看一看 因為他... 蜜防重來說 蜜防有一隻 鱷托武 特防的話... 鯉魚龍都勉強是特防的 鯉魚龍都勉強是特防的 其餘那些就... 其餘那些就... 因為真的輸出手了 真的輸出手了 變相聯防那一部分... 那個... 聯防那一部分 多數就會多用到鱷托武 變相... 鱷托武的依賴就會高了 看看先 如果一開始就出洗衣機 洗衣機只是怕草 如果你怕草 就可以換一隻... 鯉魚龍 或者是一些... 或者是... 火系 鳳神犬這些都可以 但是... 我個人偏向應該會選擇 這個鳳神... 對不對 起手就是這個鯉魚龍 接著第二隻就是... 第三隻就是... 電鬼 這三個會是比較好的 因為緊鬼有些危機就是... 太多多龍 你要觀察一下多龍是否在 如果對方有多龍呢 那麼... 緊鬼就難一點用了 因為對方龍戰的話 其實都射得死緊鬼 射得死緊鬼的 變相緊鬼的一血筋就發動不到 發動不到的話 就... 打不死 一定會被人打死 而多龍的話 就是很典型的爬分組合 爬分的技能 配這四招就一定沒有死 配這四招 因為這四招的打擊面都很廣泛 除了一些... 電鬼之外 或者一些... 密防的輸出手之外 其餘都可以打得痛 其餘都可以打得痛 鳳神犬就補回格鬥的技能 因為緊身拳擊其實都重要 用來打一些降系 惡系 例如是班吉拉那些 班吉拉那些用格鬥打 其實都死死的 如果用緊鬼打 我就... 擔心未必打死 因為緊鬼... 一來真氣彈是一個... 考驗你的人品 你的幸運的一個技能 以來就是班吉拉出場的時候 他一起楊沙的沙塵寶 會令到他加特防 變相格鬥這個技能 就要由另一隻的精靈 去到... 配置 格鬥技他都配了一招 而不是選擇用格鬥寵 因為格鬥寵的話 格鬥寵的話 太多精靈...太多... 藥屬... 不是太多藥屬 是現在這個網絡 太多妖精屬 所以格鬥呢 變相那個... 那個地位相對來說 比較難... 難生存 難生存 只要對方有藥精的話 基本上一下子都被射爆了 所以要用火系來搭救 基本上某些屬性都一定要有 比如我覺得... 火系啦 水系啦 因為水是屬於一個... 很強的防禦的屬性啦 而... 屬性上可能是有些什麼... 龍屬那些啦 龍屬那些就是多... 多攻擊的手段啦 但是就... 怕的東西都是多啦 怕的東西都是多啦 對啦 嗯... 火系我覺得都很重要啦 水系屬性都很重要的 但是要怎樣砌呢 其實都真的蠻複雜的 真的蠻複雜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真的想練一下一些對戰的話 建議找一些租借隊試一試 試一試 譬如這隊其實都可以的 這隊都可以 這隊不會太複雜 這隊在於不會太複雜 不會太多的變化技能 令你很難動 因為他起碼每一隻都一定有一招物理技 如果玩磨隊的話 分分鐘只有一招物攻 其他三招都是變化技 這隊如果多變化技 就需要想得多 但如果物攻的話 就不需要太多... 即是多輸出手 如果有輸出的技能 你就可以直接打 不用想太多了 我覺得 而多龍沒特別 謎Q就基本配置 大家玩到上手就懂得玩 有些難玩的 我覺得是緊鬼 緊鬼的要求很高 戰鬥經驗要高 所以這隊傾向於 鯉魚龍 電鬼 鳳神犬 或者是這三隻 李懸龍 電鬼 迷2Q 再或者是 鳳神犬 水電 洗衣機 或者是迷2Q 我會這樣排 多龍 多龍 都是要視乎情況而定 最穩應該都是我剛才說的四隻 那四隻重合在一起 即是 那四隻裡面減三隻 OK 租借隊伍先看了這麼多 單打積分和有自由對戰之分 有兩個 單打積分就是 有積分排名表 自由對戰什麼都可以用 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留意網絡對戰上的對手 精靈會用什麼 會用什麼比較多 例如多龍就多了 然後再找一隻精靈用來特別處理 而上頁見到的迷2Q 其實就可以進行一些特別處理 剛剛說到的多龍 因為迷2Q有妖精的屬性 而龍屬的技能對他基本上是無效的 做不到輸出 而且迷2Q的特性 畫皮是有點屈肌的 畫皮是有點強的 剛才也說過 所以基本上 單打要打得輕鬆 迷2Q也是必須的 因為迷2Q就太強了 只要有機會劍武賭 基本上都可以 OK 差不多了 那就完結了 講了差不多20分鐘 留意一下網絡上精靈的出現頻率 例如有什麼比較多出現 你就要想辦法去針對他 例如多龍、草幹 草幹這些很大機會會翻車 草幹這些重 如果你沒有火或格鬥 很容易翻 最重要都一定要有火 不要相信格鬥技 因為對方的重 很大機會都是格鬥 不是...防重 注意一個聯防 以及極具化 以及極具化的時機 極具化的時機都很重要 例如你越早用的話 增加輸出 增加你自己的能力其實比較好 例如是飛行技 或者是物攻的技能 攻擊的能力變化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OK 這次的影片先來著這麼多 大致上就這麼多 我只講了組隊的一些心得 我自己都未組 我自己都未組 我組的都是比較膠膠的 不是組這些真正正徽的 比較強力的隊伍 所以你說我那隊就暫時未出現 組隊以上就是一些心得 都是不外乎這些 單打的話 但是... 其實單打也是一個很重要 一個... 比較難打的... 打到高Ranking的那些 那些就很難打了 其實由Rank 1那些已經開始很厲害了 不要小看Rank 1 Rank 1那些... 其實已經是在用多龍那些 看你好不幸撞那個人 厲害不厲害 那隊戰力高不高 好 這次先來著這裡 單打組隊心得 單打組隊心得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未訂閱的話 幫我按個訂閱 日後會有更多劍盾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